马克思其差一招 刚签署完中非联合声明回国 菲律宾的鹰派就在南海问题上发难了 意图侵蚀中国南海的资源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中上talk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真像不少网友担心的那样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刚带着中非联合声明回国 菲律宾对华鹰派就给马克思泼上了一盆冷水 1月11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菲律宾马尼拉时报的消息说 近日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 由于中非越2005年签订的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不符合菲律宾宪法中 关于本国资源的勘探开发 应该在菲律宾国家控制下进行的这一条款 因此该合作协议 被正式判定无效 众所周知 南海主权问题一直都十分复杂 中国的南海九段线 虽然合情合理合法 但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对于南海主权一直都有自己的主张 比如菲律宾就一直宣扬 大半个中国南沙群岛 还有中国黄岩岛都是菲律宾的 中国秉承着以革制争议 共同开发的态度 在2005年与菲律宾和越南两国达成了共同勘测南海石油资源储量的协议 也就是被裁定失效的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 随后勘测阶段结束后 为了共同开发南海石油资源 中非两国还签署了油气开发合作备忘录 但是历届菲律宾总统都十分清楚 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让利 不过就如中非联合声明所提到的 南海问题也并非中非关系的全部 所以为了更广泛的合作 马克思还是选择顶着国内对华鹰派和亲美派的压力 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声明 而为了避免国内的亲美派借机炒作中非合作 马克思回国后立刻换帅 将毕业于美国国防大学的巴卡罗 从菲律宾军队总参谋长的位置拿下 换由曾经主张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的森蒂诺接任 然而马克思还是齐差一招 菲律宾新兴的鹰派势力 对于中非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 相比军队的亲美派不遑多让 而菲律宾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卡皮奥 就是菲律宾国内对华铁杆鹰派的代表之一 2016年南海仲裁案事件期间 卡皮奥曾经领导律师团 试图否定中国南海的九段线 此次菲律宾最高法院 裁决中非联合南海勘测合作违宪 可以说直接对中非南海问题进行发难 因为其中提到的菲律宾宪法 再加上菲律宾国内极度政治正确的南海主张 中非未来哪怕维持表面的能源和石油开发合作 恐怕也都会十分困难 菲律宾国内对华鹰派势力 甚至可能会以宪法怂恿马克思 单独开发侵蚀中国南海资源 事实上继承了杜特尔特左右逢源执政特点的马克思 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上 曾经暗示菲律宾可能会通过非政府机构 开发中国南沙群岛附近的油气资源 所以对于中非因南海资源问题再起争端 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除了继续搁置南海资源争议 坚守南海主权问题底线 中国还应加强与菲律宾在其他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 以石油资源以外的利益 化解菲律宾对华鹰派的利器 短期内尽可能避免引爆南海问题 才能使以美国为首的第三方无机可乘 好 各位网友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